欢迎收看方方面面 今天继续跟着我们杜金龙大师 一起来理财 欢迎杜大师 也欢迎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 丰观之前 我们帮大家制作一系列 就是金龙赢金龙 那么借由我们大师帮金孙 来挑好股的同时 我们的投资人 也可以沾沾这个喜气之外 也能够赚钱 所以希望大家 在新的一年是龙腾虎药 那么今天帮大家筛选出来的 有光学元件加重点族群 然后在这里 我要先把这一支可爱的金龙 先送给我们的金龙老师 金龙送给金龙老师 祝老师在新的一年 心想事成 不过老师先记一下 就是说今年我们的行情 这龙年应该会怎么走呢 飞龙在天吗 还是对 大家喜欢看色雕英雄传 或是天龙八部 我认为今年 我在这个节目预测的话 就是经常神龙白尾 白尾 是这样子 所以今年的龙年是神龙会白尾 先压一下 先压一下这边 然后再上来 然后这个尾会超过 今年年初的时间 年初高点 因为我们操盘 说最高是最好的 好像今年不是说最高点 所以大家都很高兴 所以今天报纸有报 去年自营商 资营商赚了200亿 纯自营 整个证件商赚了680几亿 纯自营赚了里面200亿 都还赚了 所以这些人不必换投入了 他现在都在数钞票 在数钞票 今年年终奖金应该很薄 对 好那我们要自己赚 红包行情或是年终奖金 但大师我请教 我们帮大家选的金孙股 你可以报股过年了 不见得说要做那么短对不对 再跟投资人来复习一下 就说我们一定是从里面 比较好的列股 按照它的基本面 一定要有3.1PS 再有长线的AK线 短线你要进出一定要看K线的 然后从基本面 还有我们的技术面 把它做一个三线 面面巨导 方方面面 我是从去年开始慢慢见 那我们认为 其实股票市场都是永远在这个类股 怎么样 伦乃伦 对 就是价格 价值 对 好 那我们来看光学元件12档 各股里面筛选出来 精挑选 等一下有三档跟大家讲 大家可以讲这个是036 就是最近才做的 关店 因为一般来讲 我们知道那个瓶盖三剑客就是大力官 是 台积电还有那个红海 以前我们都知道瓶盖 瓶盖 瓶盖 有人现在都说瓶盖 目前那个瓶盖好像今天看报纸是 那个美国人矿空的第一名 因为涨太多 其实美国股市在这几天 这个七雄 就是七雄创高之后 稍微回档一下 对 回档一下 休息一下 那我们的关系里面 其实最好就是那个大力官 那来第二我们就是易经官 这个1PS都很了 是 对 那有一支股票是在OTS 没有赚钱 可是在关系里面是经常大涨的 先进官是最好 那在金国官跟亚洲官就是稍微了 那大概这里面 你看到唯一有写 那个明年研究报告是大力官 这是我们大概是延大写的 凯基也有写 这是我们大概在关系这里面 我们找了13党 那里面我们跟大家做比较大的 就是大力官 益经官 还有先进官 这三支 如果说你用目标把它集中 你就看这三党 那很多人会问说 大力官可以重返荣耀吗 比较 这个是最好的年代 六天前 万一有修正一大段 最近盘蛮久的 那获利还不错了 你看到145到有180 而且配股配起都蛮好的 或你看到我们这个长线的AK线赌 这边有稍微无底翻身上来的 现在这里打底打得蛮久的 蛮久的 对对对对对对 因为当时的话很多人都说 因为有新的标的了嘛 所以大家就把它砌手 有没有 阿湾又在这边打底打那么久 如果说你后力有回升 有没有 希望它再去开花新的产品 那这样的话它会不会重返以前的 以前的这是到最高是到 六千块 对六千块嘛 就股王嘛 对台湾的历史现在 是是 其中电子股最高的 对 因为现在也有这些 什么十几千金嘛 对对对 它也是千金最贵的 就是我们大概 所以有开始上 那一般来讲 大家看一下 它以前也是排行榜前面的嘛 对好 我们前几集有看到台积电管达是第一 不管是成交量或是成交的金额 它以前曾经也是啊 那最近因为它走盘点嘛 现在太多千金集上来了啦 对对对对 就被人家 心赖被人家抖走 所以只要稍微再做休息 不过如果大家觉得它太贵 大事有教我们说你可以用零股 对对对没有错 你可以有说慢慢存零股也是一个方法 对对对对 对好 我们再看第二档是郁金光 郁金光也不错 你看到它后利 好 你看到这边 我看一下今年它是估31块 去年是29块 然后明年的还没有估出来 还没有估出来 对好 它也是配估算还不错的 对 那它就因为没有涨那么多嘛 所以相对也是这边做整理 可是它比较早从底部翻上来 那个大力观稍微早一点 这边这里吗 对对对 是 因为这个是长线的 对 我们这是越开 越开低 这是里面的一个东西 那刚才我讲这个叫上新贵 上新贵大家记得 我们要做这一段要花很多时间 就是你只要有看上新贵 再转上新贵 再上市 只要有看到这几个 OK 这个就前面 有没有 所以很多人就没有看到这个以前的资料 530块 那我们看完郁金光 那先进光是不是也是可以注意 刚刚你有提到嘛 好我们看一下它的月K线 对好 先进光因为OTC 那它里面一片子也没有估出 那个零也没有估 可是很奇怪的话 你看到它上个月串历史新高 没错 你可以看它的K线 我穿它K线图里面穿10新高 那一般来讲 我只要见这个长期的AK线图的话 有量价穿新高 这个股票一定有10多人 上面就看不到 暂时看不到压力是不是 压力 而且另外就是 你这个股票 为什么一片子还没有动 股价会穿新高 我们技术分析有第三个基本假设条件 说K线能表示一些上帝的旨意 有的人知道 所以股票才能穿新高 你看到刚才我们讲的大力观 有的人就卫补先知啊 是不是这样 对对对 我们都很羡慕这些人 可是我们没有办法 我们就看K线图 是是 大概是这样 旧线论线 对对对 就让大家做一下参考 所以关系 引荐三个我们推荐 大力观 易经观跟先进光 那大师请教一下 如果投资人他要切入的时候 通常我们要怎么去看 还是用月KD来做操作吗 月KD您上次有教我们 当大盘如果到80到90太热 对对 可是有些个股它刚好是轮动 对 那我们也是要看个股的月KD吗 来做切入点吗 一般来讲个股的话 因为你要等月KD回到20很久 对 所以来讲像说 我一般来讲都是大盘 这一小波我想要进 那我就找比较好的类股 相对他在这个最近的波段地点 我就进去嘛 明白 如果是大回档的话 我可能就是什么 暂时放弃 对对对对对 大家要听清楚这个操作 所以就是也是用大盘的月KD来找 这个波段有机会的个国 对对对对 好 那我们另外就来看大师金孙购 里面还帮大家选了重电股 那这是跟着政策走的一些概念 对不对 重电股是在2016很早见的 大概差不多七八个月前就见这个类股 他们是不是算去年的标股 有的是标股 既然腰股第一名就是华晨 5倍左右 标股啦 标股 标股 5倍 对真的 因为为什么你看一下华晨这支股票 有没有 1519 你看它获利 好 PBS在这里 13块 对 有没有 13块300多块 那一般来讲 重电现在本来三雄 现在四雄 以前的话就是中芯电 华晨第一名 中芯电 有四电 后来现在加亚力 那有人不敢买就买这个 若后补掌的冬圆 冬圆 把它攒一边一边 这老牌子 老牌嘛 因为早前我们都没 所以如果按照重电 因为为什么 因为重电是那个 利的值得的一个 所谓的策略嘛 那它有10人的策略 所以10人大概 而且这一次政党又没有轮替嘛 所以来讲 未来四年 有没有 这个重电又 就是绿电的 绿电的这一块是一个政策 对啊 这个重电也是一样 它为首选 那我早期有垂电四电 因为它是我们早期 四零三宝里面很老 而且它有油电混合车嘛 那中芯电本来早期啦 大家 学校里面的那个冷气 都是中芯电工 因为它以前是国民党的嘛 本来长大后来出事 稍微修正 所以就有人把它的EPS 往下做修正 所以来讲 把这个打掉完以后也可以 那亚力的话 是这个电信电缆里面有 所以目前这个重电 三雄里面变成四雄 那这五党也是我推荐里面 重电的股票 OK好 大师来帮我们筛选出来 这是看它的月K的部分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它的EPS 今年是6.48 明年就估有8.18了 对 市电的话 另外它有转投资 国宾饭店 相对 它也是资产股里面 如果有资产股 大家都会想到它 我记得它好像也有投资货运吧 有 那这个东西的话 它早期这一波涨了比较多嘛 做修行 对 去年算是表现不错 这今年稍微压回来 因为它随着那个重电 因为我们股票市长知道 这一类股在涨的时候 有一个新赖完 因为大家就跑到A 对 所以其实不是西北面风机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建 70几类股就是这个 那它 这边也一样 在做修行 大概一次 这个就是需要是守株待兔的 对 这个亚历的KG 亚历是刚串上来的 就是说大亚长完以后 亚历 大概 大亚其实也是在我们电线电缆 那亚历也是一样 它后来这一段长得比较多嘛 那也是一样 它股本比较小 那后率慢慢的有 就是逐年成长了这边 对 那中兴电也是老牌的 就是也是逐年成长 这是大肆教我们要看到EPS的部分 对 这边他把这个董事长 因为事情的东西被人家调完以后 已经有降 所以有降完以后他也修正 修正完以后 人家那个华城涨那么多 本来两只都一百多块 人家涨到三百多块 他因为这个出事嘛 所以在这边做盘整 这是又回到重电里面的一个 大家可以考虑的一个标顶 OK好 所以是帮大家推荐这几档的特务 对 重电股 其实重电股是在民进党执政里面 立人里面 经常会有出来的一个类股 像金工 所以大师这重电股也是跟着我们政策的指标 来帮大家做赛选 而且他后利也真的有在增加 OK好 这是金孙狗 我们系列三帮大家挑选出来 希望大家跟着我们金龙老师来赢金龙 老师我们那个降龙十八招 这叫什么 飞龙在天 飞龙在天 龙困潜 应该不会龙困潜 因为说白尾了 对 升龙白尾 也不会抗龙尤回 那我们也跟着我们的杜老师来赢金龙 金龙年 那是金龙是 如果从今年来看是龙年 今年是甲成龙 但是我们今年的台股是会神龙白尾 我们也期待 去年如果以新历年来算是 平均股民说贪多少 100万 对 因为他都用总市值 对 平均来算 对 因为大凡 大凡涨26% 那现在总市值已经58兆左右 大概 这个平均值 可是不能这样算 我们都会比它高的 它平均哪有人了解 所以我们希望大家都是金龙年 对不对 然后钱都赚薄薄 对 每个人都是心想事成 那非常谢谢大师 从这个新历年陪我们到农历年 要封关 而且还要开红盘 那今天这个要送给老师 金孙现在应该算这个了吧 会 还有我还有准备礼物给您 你看老师 我虽然没有很多黄金 但是我可以送你千万两黄金 你看看一下这个 对 千万两 纯金9999.9 千万两 谢谢 谢谢老师 老师你送我们大家财富 对不对 那杨芳送你健康 这是我之前出的书 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 龙腾虎耀 对不对 跟着我们金融大师来赢金融 股票赚钱赚薄薄 那么身体也康康见见 谢谢老师 记得按赞分享 还要订阅喔 拜拜